我們再來看 將對勞動部完工 走低路 勞動部的調查報告 引起越多情依 現今議長 德英臺總統勞成縣 長榮出來會失禮 也不過長安 佳伊勇 透過律師聲明說 他的這個完工過往 跟他的管理無關 是第二量早期也去勞動部控宜 十二月請勞動部 勞動立法典數百分數 說無關走低路的事項 就憑管工過路 也有分數釐測依用 哪像長期對阿西霸凌的行為 十二月再去勞動部外面控宜 占隊數後兩星期才公佈 也有調查結果表達不完 調查出來應該是說 他沒有對無緣有直接的霸凌 但是因為他的領導風格 造成這樣的一個環境跟氛圍 可能有間接的影響 事實上這個結論是有證稱 他是職場霸凌 而且情節重大 路動部可這回結果出來 分數中嘉義勇 寄兩隻大狗 確定便宜 而且外面議論混混 如果部長河北山 已經口頭清洗 行政院長到英臺 甚至總統落選領 也慎心 跟受到影響的公佈 當人會失禮 而且把轉案善檢查 單位 事情發生到現在 董事人 嘉義勇從頭到達都沒出面 二十頭過發生病 表示已有犯性 不過也吹入蘇共調說 今天想不開的原因跟管理 方向失動並沒有關係 這也引起調查立委員不換 要求他就要出面 前心剛好病 作為一個行政部門的 一個中高階主管 為自己的錯誤 為整個公務體系 為這個無性員工 一條人命 真心誠意的道歉 才是道歉 從律師的聲明稿 看起來他並沒有認為 自己有問題 謝宜龍 與其在那邊發聲明 躲在聲明後面 趕快出來面對 這才是正辦 背後的靠山到底是誰 後台這麼硬 新八市路檢處 又接到有 效用路計劃的人員來檢查 若像有個有 無負合制案發規定的政行 日以已經去做路檢 記者 綜合報道